好 各位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這個716凱道公平正義集會的現場 可以看到呢 從剛剛兩點活動正式開始到現在大約一個小時了 現場的人潮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從前面排到後面的警服們也幾乎都是快被人潮給包圍的 可以看到呢 現在的民眾也是非常的熱情的 一直在喊口號 不過呢 因為由於今天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體感溫度飆迫40度 那麼剛剛呢 館長受訪的時候也講到呢 民進黨的參選人賴清德今天沒有來 反而在飯店吹冷氣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反正我還是希望他能來一趟 我們在遊行結束之前呢 我們都等候他的通知 那今天大家天氣那麼熱 現場已經來了不少人 那我們都是他的國民 那我看到畫面呢 他們在飯店裡面吹著冷氣 那我們在外面呢 我們年輕人在那邊吶喊 他最需要的年輕人 在場多少年輕人 我們聽聽到有沒有年輕人 有 這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OK 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太陽實在非常的熱情 所以主辦單位也怕太多人 有可能人太擠 或者是有一些太熱 導致身體不舒服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們在這次人潮的中間 有隔數一個醫療的快速通道 而且呢 也有工作人員四處在巡邏 看有沒有民眾有身體不適的狀況 而且每個轉角呢 其實都放著一箱水 工作人員也隨時把這個水遞給民眾 因為今天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那麼 耿等呢 這個 其他的一些政黨的候選人 像是柯文哲啊 還有這個 侯友宜等等都會來 那目前現在呢 此時此刻呢 黃國昌已經上臺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想對這次遊行發表什麼看法 各位 來自臺灣 各個角落 臺灣公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黃國昌 十年前 十年前 我好幾次 就是站在這個 凱達格蘭大道上 那個時候的政府 非常的傲慢 聽不見人民的聲音 看不見人民的痛苦 踐踏民主法治 2016年 台灣人民 用選票送那個政府下台了 2016年 有一位總統的當選人 有一位總統的當選人 他也是站在這個地方 告訴全台灣人民 如果 當政府 無能 可以看到呢 目前就是這次的活動有新發起人 黃國昌在台上致辭 那麼稍後呢 館長也會上台致辭 之後呢 柯文哲 郭台銘 還有 也都會來致死 我們都會隨時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